而屏東國際 明陽公司去年九月大爆炸事件 造成嚴重死傷 屏東地檢署 今天偵查終結調查意外原因 工廠內化學原料架橋劑數量超標三十倍 倉庫又沒有防止高溫的設備 最後因為高溫導致架橋劑自行蓄熱分解引爆 歪力等同一百五十四公斤的黃色炸藥 而明陽董事長以及總經理 卻默示公安數據只求生產 事後又沒有回憶 以治安法及過失致死等罪嫌 求處法定最高刑度 五年有期突襲 明陽國際去年九月二十二號大火 屏東地檢署三十號偵查終結 從爆炸前一個小時還原真相 下午五點零五分 倉庫內三千公斤 架橋劑冒出白煙 工作人員緊急拍照取證 聯繫主管請求協助 直到三十一分已經濃煙密布才報警 消防人員在五點四十二分抵達 那五十四分的時候 那個小隊長一樣就把他拿到的這個 C40P的安全資料表也上傳到他這個群組裡面去 就在了解狀況的過程中 晚上六點鐘工廠一聲驚爆 連續爆炸大火蔓延造成死死一百一十二傷 檢察官調查發現製造高爾夫球具的主要化學原料架橋劑數量超標三十倍 而且存放在沒有防止高溫的倉庫中 導致架橋劑在高溫超過三十度時 自行蓄熱分解產生可燃性氣體引爆 威力相當於一百五十四公斤TNT炸藥 在這裡會有長期會有一個蓄熱的問題 縱使晚上溫度下降 但是熱分解反應還是持續的進行 所以才導致到後來的爆炸 檢察官認為明陽董事長劉安浩總經理呂英成 實際參與公司經營 卻默示公安數據只求生產 事後推諉責任 應與嚴懲 總經理 董事長還有製造部協議 他們是用分成負責來否認 認為這不是他應該去監督的一個相關責任 明陽公司是尊重檢察官的意見 那後續也會針對其輸出的內容 跟律師聯誼後續的法律程序 明陽表示與死傷者家屬和解已達七成 但有不少人的傷痛至今難以撫平 心情其實是沒有辦法貧富的啦 檢方一職安法過失致死 過失傷害等罪嫌 將劉安浩以及呂英成求處法定最高刑度 有期徒刑五年 其餘四名幹部除以四年十個月 以及四年八個月不等刑期 同時也除以明陽公司最高法定30萬元罰金 記者黃玉富SNG小組屏東報導 記者黃玉富SNG小組屏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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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黃玉富SNG小組屏東